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10月27日零时时分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在上海逝世 10月27日上午八时 中国央视率先公布李克强逝世的新闻 紧接着 所有关于李克强逝世的新闻 几乎都有著名复告后发 直到27日晚间18时30分 新华社才公布中国官方 关于李克强逝世的复告 相比于去年11月江泽民逝世时 新闻和复告一起发布 李克强逝世的新闻和复告 间隔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说明李克强的逝世非常突然 纯属意外 官方事先并无准备 李克强的离世 让几乎所有人感到震惊 在医学条件日益进步的今天中国 普通人的平均寿命已有70多岁 那些生活在城市 享受较好医学资源的人 往往能活到80多岁 甚至90岁 李克强年仅68岁便离世 事发突然 所有人都未料到 故他的复告自然会比往常晚些 以前像这样级别逝世的领导人 通常都已经退休许多年 中国官方关于他们的复告 早已反复商讨 故当他们离世时 能在第一时间公布 李克强的复告 可以和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复告对比 中国历来注重规矩传承和礼仪 李克强和李鹏都曾担任总理 他们的政治待遇一样 其中便包括复告 两人复告的开头一模一样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这说明官方对于李克强和李鹏的基本评价是一致的 不过 两人复告的具体措辞还是有明显区别 这主要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 两人的工作重心有别 李鹏的复告多处用了重要开创者 重要作用之类措辞 比如我国电力工业的杰出领导人 核电事业的重要开创者 在三峡工程科学民主决策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开创者 忠实践行者 积极推动者 为二十世纪末 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这主要是因为 李鹏担任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 正值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许多事情都是百废待兴 故李鹏的复告 侧重他扮演的作用或领导角色 相较之下 李克强的复告主要围绕他做的实际贡献 比如他提出实现中原崛起的奋斗目标 在全省上下形成发展共识 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同时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显著成绩 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依靠创新驱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推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着力解决好群众就业 教育 住房 医疗 养老等方面的突出困难 这主要是因为李克强担任总理时 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国家建设步入正轨 故重心是在法律框架下多做实事 这样的评价与许多人对李克强的印象是一致的 李克强是一位有着庶民情怀 平时稳扎稳打的总理 他任内反复强调真抓实干和保民生 李克强的复告突出了这点 高度评价了他的政治功绩 李克强上任以来力推减证放权 大幅削减不必要的政府审批事项 给民众企业办事创造便利 他多次为包括小商小贩 卡车司机 快递员在内的中下阶层发声 主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给地摊经济一定的空间 他主张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工程 持续主抓汇集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 和城中村改造工作 2020年的两会记者会上 李曾直言中国有6亿人口的每个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左右 颇受基层民众的好评 他曾针对电影《我不是药神》所揭示的 癌症患者买不起进口抗癌药问题开会研究 决定对进口抗癌实施零关税 并通过政府集中采购 纳入医保方式降低价格 李克强就中国经济的看法 早在他任总理前就备受关注 据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外交机密文件 2007年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 向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表示 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 分别是全省铁路货运量 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 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 这样的看法后被称为克强指数 而在国务院总理任内 李克强提出减政放权 精简政府机构 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 并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 李克强的经济思想被称为 李克强经济学 主要内容包括 不颁布刺激措施 去杠杆化 结构性改革 其核心是向市场放权让利 去年8月 北戴河会议后 李克强南下深圳 在盐田港考察时 给现场人士打气 他表示 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 李克强还专程到深圳莲花山 向邓小平献上花篮 过去一年 李克强有两次自我评价 本届政府工作表现 一次是两会记者会上 李克强表示 今年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 本届政府以来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国内矛盾和困难叠加 又提到最大的挑战 直言是新冠疫情 及其给经济带来的严重冲击 但强调 我们治不求义 事不必难 行不必险 尽了最大努力 另一次是 最近李克强在主持 与政府工作报告相关的会议时 从过去一年 过去五年 过去十年三个维度 来评价政府工作 李克强曾表示 疫情等超预期因素 对经济带来严重冲击 我们及时果断应对 靠前实施既定政策举措 推出稳经济一揽的政策和接续措施 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 实行规模性退税减税降费等 帮扶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渡难关 支持稳就业保民生 创新政策工具 支持重大项目建设 设备更新改造 扩投资代消费 突出抓好粮食生产和能源保工 夯实稳物价基础 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出台稳经济政策 发挥经济大省挑大粮作用 经过努力 稳住了宏观经济大盘 城镇新增就业1200多万人 在国际通胀高企背景下 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只有2% 进出口增长7.7%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这疏为不易 乘之为奸 2023年2月底 即将退休的李克强 到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考察 李克强向鼓掌送行的发展改革委工作人员发表讲话称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发展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发展的动力还在于改革 李克强一直呼吁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宁心俱力抓发展保民生 而在与国务院办公厅全体人员合影告别时 李克强表示 人在干天在看 看来是苍天有眼呢 从朱镕基温家宝到李克强 三任总理扮演不同的角色 朱镕基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总工程师 他铁腕改革雷厉风行 为日后中国经济发展构建起基本框架和思路 温家宝则主要是销规曹随 在朱镕基奠定的框架下 抓住战略机遇期 让中国保持十年高增长 与两位前任相比 李克强任内的中国经济面临更多复杂挑战 内外都有许多冲击经济的负面因素 但还是得稳住经济社会大盘 让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崛起势头得以延续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